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期间两人谈笑甚欢 谈的什么内容呢 小英问山姆 你知道碧雷针 电幅梯 圆珠笔 樊世林有什么共同点吗 共同点 除了都是三个字的 我没看出来什么共同点呀 结果答案是 都是美国人发明的 好吧 不是无趣人不进一家门呀 不知道聊这么平静的话题 怎么把两人给聊激情了 洗碗机都来不及关 就相拥在了一起 他们手臂的交叉 擦出爱情的火花 小英只觉得郊区一阵 身体有种触电般的感觉 注意 这里可不是什么隐晦的描写 小英真的触电了 原来小英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 山姆带去机器人4S店维修 维修小哥说 扔了吧 都交了 山姆表示交了总比没有好 咱可以更换配件嘛 维修小哥表示很难 这都是17年前的型号了 你琢磨琢磨 你现在拿个诺基亚3100 要维修都不能找手机售后 得找文物修复部门 修是修不好了 但是好消息是 山姆可以把他的记忆存储盘植入新款机器人 维修小哥就带山姆去挑新的机器人了 看了几款我个人觉得都挺不错的 但是山姆我并不满意 小伙子口味很独特呀 小哥只能释出杀手锏了 这是什么鬼 谁会选这种机器人谈恋爱 顺便科普一下这两款机器人的形象 分别来自1951年的电影《地球停转之日》和1956年的《禁忌星球》 这两部都是经典科幻电影 怎么样 看土豪又学习了一些无用的知识吧 山姆没有找到合适的机器人 于是他来到夜店 企图尝试寻找真人去恋爱 说来也奇怪 为什么夜店是喝酒的地方 而酒店却是过夜的地方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当然这不重要 山姆漫无目的的闲逛 这位大姐 您是刚把完火罐就来夜店消遣呀 这里虽然男男女女很多 但是长久不与人类交往的山姆发现 2017年的社会男女之间要约会 必须有律师在场 现场起草法律文书 约定约会时的权利与义务 双方签字确认才能约会 这律师看着好眼熟啊 这不是黑客帝国里莫菲斯的扮演者 劳伦斯·菲什伯恩吗 现在还当律师呢 在黑客帝国里都成领导了 真是我变秃了 也变强了呀 山姆在真人世界交友失败 只能在家反复聆听存储记中 小音的声音入睡 这算不算早期ASMR呢 山姆痛定刺痛 还是决定去危险的城市边缘 寻找小音的同款机器人 在一个酒吧 他认识了牛仔兄弟 牛仔兄弟表示 知道哪有这种机器人 可以带他去寻找 俗话说 拉肚子的时候 连自己的屁都不能信任 怎么能亲信别人呢 果然牛仔兄弟没安好心 准备抢劫山姆 把枪放下 谁让你把枪放下了 赶紧捡起来 哎 就你们这智商 就基本告别抢劫了 山姆也不傻 趁势逃脱 这次他又遇到了赏金猎人 宏姐 宏姐表示 知道一家废弃的工厂 有小音这种机器人 可以收费带山姆寻找 虽然不能以貌取人 但是直觉告诉山姆 宏姐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你还去找机器人 不是抱着今晚要饭吗 但山姆满奶 满脑子都是小音 于是宏姐开着车 带着山姆一路奔向 危险的荒芜地带 天这么黑 我完全看不见路 你有夜市能力吧 没有 我凭感觉开的 我先把头盔戴上 哪有人坐车不戴头盔的 经过一番有惊无险的旅程 二人找到了世外高人 六指杰克 江湖中 比如六指琴摩 六指轩辕什么的 都是狠角色 六指杰克也不例外 当然在本片中 他只是个龙套角色 而他的扮演者 本约翰逊 是四十四届奥斯卡奖 最佳男配角获得者 而且他是世界牛仔大赛的冠军选手 而这些都不是他的主意 他是一名成功的牧场主 一名亿万富翁 哎 多么朴实无华 且枯燥的人生 山姆一行被匪帮袭击 山姆一棍被闷晕 醒来的时候 发现叫醒自己的是 他的前女友小金 而小金现在是匪帮的压寨夫人 他男友就是匪帮帮主 小金热情的介绍二人认识 这是我前男友山姆 前辈前辈 承让承让 帮主邀请山姆住下 并设宴款待他 我觉得吧 如果你前女友邀请你住他家 他的现男友 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帮派大哥 换谁晚上都睡不着吧 山姆也不例外 他准备趁夜色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结果遇上了看守 你干嘛去 我 我出来看夜色 你看那三颗星 叫做猎虎座 山姆还以为是自己武功有进步 其实是红姐来救他了 山姆不仅逃跑了 还顺手烧了帮主的营地 你这就有点不厚道了 山姆和红姐驱车逃跑 帮主手下穷追不舍 还好两人共同协作 击退了一波波攻势 最终二人在一间废弃的工厂 找到了小音机器人 山姆将记忆叠片植入了她的身体 山姆终于得偿所愿 想带着小音和红姐逃跑 但是帮主带着兄弟们也追杀过来了 好在山姆找了架飞机 眼看就要被追上了 三人先后上了飞机 山姆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飞机超载了不能起飞 让谁下飞机呢 要是电梯 那就是最后一个上电梯的人主动下去 红姐心说你点谁呢 一起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 现在叫人家下飞机 于是一气之下跳下飞机 宁死也不见这对狗男女秀恩爱 干得漂亮 山姆顺利起飞 可是回头看看自己朝思暮想的小音 瞬间觉得一切那么索然无味 她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心都不走 何以走天下 于是掉头回去 让小音下飞机接上了红姐 你说费这么大一圈劲干什么 帮主也是个狠人 直接拿绳子套在飞机上 要把飞机拽下来 结果当然是裸靠高等数学一般的挂掉了 大哥 动动脑子 这是飞机 不是风筝 靠拉绳能拉下来吗 山姆和红姐迎着夕阳飞走了 山姆终于明白了爱情是无价的 但是机器是可以随时买新的 引起互动话题 你想要百依百顺的AI恋人 还是个性强硬的真人恋人呢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和YouTube频道 当然不关注也无所谓 屁幕的影响 屁幕的影响 屁幕的影响